女演员在拍戏的时候会遇到许多难题 而且对她们自身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考验 要知道怀孕生子这都是非常正常的事情 在剧情中也是需要展现出来的 因此女演员的心理要非常的强大 才能够承受住这么大的压力 李沁在出演锦绣男歌的时候 展现了她实力派的演技 跟秦浩两人配合得很好 仿佛像是相识已久的朋友一样 在片场的交流没有太大的问题 最终呈现出来的画面也是很流畅的 可李沁是一位出演古装的老人了 他被大家称之为古装女神 而且李沁很多时候出演的电视剧都是古装剧 因此调威亚这些对她来说都是没有难度的 可这次的剧情跟之前有很大的差别 李沁是剧中的女主 有很多的戏份 并且像是一位跟男主拿错剧本的女主 整体在呈现出来的时候 李沁的表情自然流露 就连落泪都是找准时机 在适当的时候 让自己的泪珠流出 这个把扣能力真的是没谁了 李沁在演戏的时候很认真 可在中场放松的时候 他会跟同剧组的演员 还有导演开玩笑 这次李沁想要发展一下自己的脑洞 自己给自己安排了生孩子的戏份 要孩子生孩子是很考验一个人演气的 但李沁在片场只是用闹着玩的模式来演绎生孩子 更开始李沁演绎生孩子还是很逼真的 顺着导演的话说了下去 可随后他就开始自暴自弃了 安排了原本不属于这个演员的戏份 由于女主的戏份还没有达到那么高亢的时候 可李沁躺在床上一顿胡话 说完之后 导演手毛脚乱被吓坏了 完全跟不上李沁脑洞的速度 这个画面被当成花絮剥了出来 不少观众都看乐呵了 不得不说 李沁真的是一位宝藏女孩 她非常的优秀 在片场也很放得开 跟其他演员对戏的时候超级认真 尤其是跟秦浩两人的戏份 无论是花絮还是正片 看着都非常过瘾 他们两人的演技真的是好到没话说 要知道 李沁也是出道很多年的一位演员了 虽然是学习昆曲出身 可并无影响他在表演路上的发展 这么多年 李沁磨练了自己的演技 在古装剧中 总是能够找到适合自己的角色 并且拿捏住人物的性格演绎出来 这次锦绣男哥这个剧本 对李沁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这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女主 而且李沁在剧中的戏份是很重的 因为有她这个角色 才有了完整的故事线 也正是因为有她的出演 这部剧有很高的评价 同时收视率也是很高的 李沁 1990年出生在江苏省苏州市昆山市 父母都是普通的小职员 家境一般 江苏省昆山市是戏曲昆曲的起源地 李沁从小就受到家乡戏曲文化的影响 对昆曲也十分感兴趣 于是在她11岁的时候 就加入了江苏省昆山市八城镇的 十排中西小学开办的戏曲兴趣班 开始接受戏曲的基本功培训 慢慢的李沁不如初衷 学业也越来越重 妈妈怕她学习昆曲而耽误学习 于是想让李沁先暂停几年昆曲 抓紧课程学业 但是李沁非常热爱昆曲 不想因此停课 为了能继续学习昆曲 李沁向妈妈再三保证 一定不会耽误学业 这才得以继续学习昆曲 李沁十三岁这年 参加了苏外之夜 戏曲专场晚会的演出 最后还获得了第七届 中国少儿戏曲小梅花会碎活动 金花奖的好成绩 后来为了继续学习钻研昆曲 李沁在2004年 考入了上海戏剧学院 继续进修昆曲 李沁在上海戏剧学院 进修昆曲的时候 经缘巧合之下 被翻拍四大名著的 新版《红楼梦》剧组 以及李少洪导演看重 并最终决定 由他来饰演金灵十二差 薛宝钗的少年时期 当时的李沁 已经学习了七年的昆曲 这一举动代表 李沁可能要放弃昆曲 而进入演艺圈 一时难以抉择 李沁的老师也极不同意 因为李沁天赋极好 演艺圈非常乱 他也知道 不希望他进入演艺圈 最后 李沁再三思索 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如果错过了 可能会后悔一辈子 于是最后决定出演薛宝钗一决 拍摄完毕后 该电视剧在2010年成功上线 李沁还凭借薛宝钗一角 成功获得了南方影视盛典 金南方年度最受媒体关注奖 和金南方年度最佳新人奖 对于一个不是科班出身的李沁来说 这个奖项对他有很大的鼓励 也更加坚定了他要走下去的决心 也是在这部剧 李沁认识了饰演成年贾宝玉的年轻演员杨杨 《红楼墨》播出第二年 李沁二次搭档杨杨 以及张嘉尼 李因申等主演了都市青春言情剧 花开半夏 李沁在剧中饰演了性格坚强 却命运坎坷的女主角夏如画 在该剧中 杨杨和李沁也有许多对手戏 后来俩人便传出绯闻 并且说俩人都是彼此的初恋 还被爆出许多亲密的牵手照和亲密照片 后来几年 俩人几乎都是捆绑出现的 也可能是为了宣传 也可能是为了吵热度 但是对于恋情 俩人都没有做出回应 之后 李沁在娱乐圈的路走得还算平坦 饰演的都是女一号的角色 在2013年 李沁连续饰演了两部电视剧 开始走红 一部是都市情感励志剧 璀璨人生 在剧中饰演了可爱温柔 又善良坚强的向日葵女孩 于飞 另一部是都市女性复仇剧 千金归来 在剧中饰演了性格单纯 却充满勇气和智慧的豪门千金 沈长青 这两部戏使李沁成功走红 观众也认识了这个不是科班出身 但是依旧勤勉踏实的女孩 李沁 在千金归来剧中 李沁搭档实力演员李一峰 两人在剧中青梅竹马 彼此陪伴 度过了很多艰难孤独的岁月 最后收获了爱情 同年两人的清风组合 还被称为2013年最佳荧幕情侣之一 两人在剧中有许多亲密戏份 戏外更是合体参加活动 拍摄杂志 赫然是一对小情侣 由此传出绯闻 李沁走后第二年 搭档演员金世佳 出演了古装戏剧《极品新娘》 在剧中饰演《唐豆豆一绝》 并且凭借在《极品新娘》中 清新脱俗 俏皮可人的气质 被网友赞为90后版小燕子 而且剧中李沁刁蛮活泼 纯熟的演技 其身上浓烈的青春气息 符合现代观众的审美标准 深受观众喜爱 在2016年 李沁已经入行六年了 虽然传输过绯闻 但是还没有公开过恋情 在这一年 李沁参加了一档江苏卫视的恋爱真人秀 《我们相爱吧》 他在节目中和演员魏大勋 组成了一对情侣CP 在节目中以情侣的身份相处 旅游 约会 彼此制造惊喜 擦出了许多火花 节目中俩人也是甜蜜亲吻 还一起拥抱蹦极 更在下落时大喊 我爱你 浪漫至极 一度传出 两人假戏真做 不过后来随着节目结束 两人也没有太多的交集了 想必也是为了工作 同年 李沁出演了古装励志剧《楚桥传》 在剧中饰演《原纯公主》 剧中悲惨的命运 也是牵动着观众的心 李沁也凭借这一个角色 成功二次走红 事业更上一层楼 成功后的李沁更加拼命 一年的时间 几乎都待在剧组拍戏 还拍摄了一系列高口碑的作品 和经典角色 并且一直低调踏实 勤勤恳恳 演技也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毕竟一个演员最重要的 还是要拿作品证明给观众 近日李沁拍《哭戏》的花絮传出 花絮中可以看到李沁是 撕心裂肺的跪在雨中 一边流泪一边大吼 完全让观众通过他的声音 还有表情 感受到了角色人物的情绪 而在李沁拍完了一条哭戏结束之后 导演则是说了四个字 让他保持体力 看到这里 网友纷纷留言 材质哭戏还需要一定的体力作为支撑才可以 而李沁对于导演的提醒 也连连认同 直言太累了 确实 可以看到拍完一条哭戏后的他 完全是呈现出了筋疲力尽的样子 精力也耗费了很多 所以说 哭戏不仅仅只是掉眼泪那么简单 还是要投入感情在其中的 而心泪也就导致身体的疲惫 一名专业的演员 想要演好哭戏 自然是要像李沁这样 在拍的时候 真的把自己投入进去 才会拍出好作品 好了 以上是本期的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订阅点赞转发 感谢大家的支持